范迪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8月31日中午前往罗马展览中心 出席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的闭幕式 来自144个国家的35000名医生 齐居一堂在年会中研讨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方针 教宗向这些心脏科医生说 你们照料的是心 这句话蕴藏多么深厚的象征意义 这个人体器官富含多少希望 你们的手借助人体内搏动的心 你们肩负的责任实在重大 我确信你们在面对着生命之书时 必定成惶成恐 教会训导向来重视有关生命与健康的科学研究 教宗向医生们表示 教会今天也是如此 不仅在这条坚信的道路上陪伴你们 甚至敦促并支持你们 因为教会深知 凡是对人有益的行动 必定源自天主 也计划是对人的心脏科医生 也计划是对人的心脏科医生 也计划是对人的心脏科医生